伊斯兰党撤回上诉 中复65.9万欠款于印刷商 哈喽大家好 我是Kelbin 时隔7年 伊斯兰党终于肯还钱了 早在2017年10月份的时候 伊斯兰党就由于拖欠了这一个印刷商 有关于伊党猴舌报 也就是哈拉卡的这一个印刷费用呢 就被这一家印刷公司给控诉 然后把他们告上法庭 当时候这一家印刷商呢 就告诉这一个社会大众 伊斯兰党欠钱不还 而且是宁愿拿大钱呢 去摆那些豪华的宴会 还有买豪车呢 都不愿意还清这一笔欠款 于是呢 一怒之下就把伊斯兰党给告上法庭了 当时候伊斯兰党的管理层 是相当的嚣张的 他们就说要还钱 除非法庭有判决 否则伊斯兰党是一毛钱都不会还的 天底下还有这样子的事情 欠钱的反而成了大爷 这个伊斯兰党就给我们表演的淋漓尽致 那来到了这个去年的12月5号呢 这个吉隆坡的地庭终于有了判决 这个判决就是伊斯兰党败诉 必须要偿还65.9万给印刷商 当然那个时候的伊斯兰党是相当不服气的 他们是有打算上诉 并且真的是有去上诉 那伊斯兰党的老二呢 也是说除非法庭有这个最终的判决 不然休想要让我们还一毛钱 那在这样子的背景下呢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伊斯兰党突然就跟印刷商达成和解 那今天伊斯兰党宣布撤销上诉 并且呢已经在3月7号 开了支票给印刷商 然而这个印刷商呢 看起来呢应该是打了很多年的官司也累了 所以呢愿意跟伊斯兰党达成庭外和解 那为什么叫庭外和解呢 首先伊斯兰党撤销上诉 然后给支票对方嘛 而且65.9万就是当年伊斯兰党的欠款 换言之这7年的时间里面是没有任何的利息的 而印刷商呢也妥协了 同意没有利息的情况下 只要能够拿回本金就能够解决这一件事情 大家想一下65.9万 你就算放在银行的定期存款 每一年平均至少也得有3%的利息吧 那所以换言之呢 这一个伊斯兰党可以说是白白 就是花了人家的这个66万 然后呢不需要支付任何的利息 7年之后把官司打输了 才乖乖的还钱 那这样子的这个举动呢 是真的不值得大家提倡了 那伊斯兰党如果以后呢 但凡还有这一个拖欠欠款的这个情况呢 我认为啊 这个商家呢 是绝对不能够姑息他们的 不然的话 每一次让他们藏到前头 岂不是每一次都能够欠别人的钱 然后等一个五六年 然后把官司打输了 再把本金还给对方 就平安无事了吗 这样子的这个态度呢 是真的相当的不可取 那不管如何 伊斯兰党现在啊 他们还有一个小道消息 就是指伊斯兰党是怎么还这笔钱的 就是有这一个网络上流传一些谣言啊 因为还没有证实 所以我只能说它是谣言 伊斯兰党呢 是通过跟他们的这个支部 他们各自的这个语意 去跟党员啊 还有其他的这些同僚呢 去筹款 有点像大众筹款这样 每个人出三五千 然后呢把这六十几万的这个债务呢 给偿还掉 那这个是还没有经过验证的消息 只不过现在网上已经有人这么传 所以呢 就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 至于伊斯兰党到底是怎样还上这一笔钱的 我觉得也不是很重要 因为六十几万对一个政党来讲呢 其实也没有多大的这个数目 那关键就在于他们是用自己党里面的这个钱 还是真的是跟这个大众筹款跟支持者筹款 如果他们真的是靠通过跟支持者筹款 来还清这笔钱的话 那这一招真的是叫做最高境界的空手套白狼 左手套了这个印刷商七年的时间 右手呢跟支持者拿六十几万还给印刷商 然后自己白白赚了这六十几万 那这样子的情况呢 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我们下次见 拜拜